地瓜薯條 佛金 炸雞店老闆收到常常一張外送訂單 上面除了有要製作的餐點 還搭上滿滿佛金 惡搞店家 而且已經不是第一次 我感覺有點針對我吧 怎麼講 因為一次 一天八次的餐點 全部都送到我這裡來 你說一兩次 那可能是巧合 全部八張的訂單 兩千塊 全部都送到我這裡來 受害店家氣氛表示 老老實實做生意 卻被有心人士惡作劇 不只浪費食物 還耽誤店家出餐速度 如果當下有客人的話 或是說當下有其他的 客戶訂購熊貓的話 會因為這樣會脫了餐點 對 所以造成顧客會覺得說 他今天訂餐卻要比較久 才有辦法收到餐點 但其實是因為這個狀況卡住 陸陸續續也有其他店家 收到惡作劇訂單 已經有八家店受害 損失金額將近一萬元 都是同一個賬號所為 受害店家一起站出來 希望當事人停止這樣的 惡作劇行為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 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 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CTI 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